在第七个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 多部门联合举办脱贫攻坚系列主题论坛 就影响脱贫攻坚全面收官的重点难点问题交流研讨 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世界各国时刻保持粮食安全危机意识 表示中国粮食安全经验值得分享 三区三州行今天走进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 当地妇女自发组建的巡山队守护绿水青山筑就金山银山 各位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5号农历8月29 我是高凡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10月17号是第七个全国扶贫日 14号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举办了22个系列论坛 论坛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为主题 就相关行业和领域影响脱贫攻坚全面收官的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了交流研讨 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产业扶贫论坛上农业农村部表示 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 带动人口最多 政策力度最大的扶贫举措 70%以上贫困户通过产业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接关系 832个贫困县应该说每个县都发展形成了两到三个特色鲜明 比较有趣味优势市场优势的这么一个特色主导产业 就所有的户户都有这个支付项目 那个村都有这个产业基地 为这个贫困县贫困村啊 领选了26万多名的这个产业发展指导员 这批专家这批人啊 应该说做到了这个贫困县的 这个贫困村的主导产业 还有贫困户的技术服务的全覆盖 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截至今年9月底 我国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超过2900万人 建当利卡贫困人口中 90%以上得到了就业扶贫支持 记者从就业扶贫论坛上了解到 未来各部门还将重点采取措施 克服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组织贫困劳动力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推进人人持证 开展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推进培训就业一体化 在教育服评论坛上 记者了解到 教育部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 开展劳动预备制就业创业等培训31.2万人 受教育程度和GDP之间 它的相关关系是在56% 世界的水平来看 那么这个相关关系属于中等偏上 那么受教育程度越高 教育年限越长 那么人力资本的形成 人力资本的这个数量和质量 就会显著的提升 近年来 教育部扩大了高职招生规模 加大高素质农民培养力度 深入实施一村一鸣大学生计划 设立1513个县级一村一教学点 执教一人脱贫一家 服务一方的成效逐步显现 记者从异地扶贫搬迁论坛上了解到 经过五年的努力 13五异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已经全面完成 全国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 安置住房266万多套 960多万贫困搬迁群众 乔迁新居 有效解决了13五期间 近五分之一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搬迁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搬迁群众乔迁新居 搬得出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如何实现搬迁群众稳定脱贫 后续发展 已成为当前异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提制发展安置区 要创造一些新需求 根据我安置区的容量和我的产业的这种发展 然后我来确定这地方作为安置区 那么应该说它的基础都要按照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呢 延长产业链 比如说发展加工 发展三产融合 促进农业这个多功能的开发 然后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 我们下一步就是对这些搬迁群众的就业技能的培训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样让它更快的适合新的工作岗位 适合新的业务的需要 转变它原来光辉种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健康是扶贫的根本脱贫的关键 在14号举行的健康扶贫论坛上 有这样一组数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万亿元 支持扶贫任务重的25个省区市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健康扶贫累计分类救治1900多万贫困患者 1000多万因病治贫反贫的贫困户成功脱贫 记者了解到 累计有超过8万名城市三级医院医生 对口帮扶832个贫困县的1000多家县级医院 远程医疗以及农村妇女两癌筛查等富有公共卫生项目 已在贫困地区实现全覆盖 同时24000多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已经毕业 并赴乡镇卫生院工作 历史性地消除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的空白点 832个贫困县 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公立医院 每个乡镇和每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卫生院和卫生室 并配备合格医生 贫困群众常见病慢性病基本能够就近获得及时诊治 越来越多的大病在县医内就可以得到有效救治 年近期旬的乡村医生裴光鑫说 如今村里卫生室药品设备齐全 还新来了大学生村医 村里彻底改变了过去小病就脱 大病就癌 重病就往医院抬的情况 我们那个基层卫生室 在西游一般都在120个品种 还加上有一般的上用的中草用 现在是小病不出称 大病就转症 给我派的有大学生诚意 对我就减轻了很多负担 同时也改变了诚意 后期发给你问题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三农报道 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 本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 端牢中国饭碗 共筑全球粮安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近日表示 要时刻保持粮食安全的危机意识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版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 2019年近6.9亿人遭受饥饿 与2018年相比增加1000万 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 据报告预测 在全球范围内 2019新冠肺炎疫情到2020年底 可能使食物不足人数新增8300万至1.32亿 疫情下突发严重饥饿 可能使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 如果说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那么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那个时候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大概全球的饥饿人口会达到8.4亿 2020年全球股物总产量 有望达到27.65亿吨 创历史新高 比2019年增加5800万吨 同时根据粮农组织对粮食损失指数的初步估计 全球约14%的粮食 在从生产至零售环节之前被损失掉 相当于每年损失4000亿美元 因此除了全球加强合作 消除饥饿 扩大贸易往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树立起反对浪费 节约利用的共同理念 并长期坚持 10月16号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张忠军表示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过去的40年 见证了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 乡村发展和扶贫减贫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必将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的实现 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3277亿斤 实现历史性的16联锋 连续5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人均472公斤的粮食占有量 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 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达到100% 现有库存超过一年的正常消费量 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同时中国在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方面 做出了很多努力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 还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013年中国发起光盘行动 2016年中国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发布 其中包括为落实到2030年 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 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 而采取的相关行动 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鼓励 节约食物和减少食物浪费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中国提高产量发展农业 是要在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的这种理念下来实现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这点值得算少 三驱三州是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 是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也是脱贫攻坚战最后的战场 在云南省迪庆州维溪县的高寒山区 有一支女子寻山队 他们16年如一日守护着云岭深山里的绿色画卷 这片绿水青山也成为了当地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 这是八珠村2004年 为了保护临下资源自发组织的女子寻山队 成员来自八珠村21个村民小组 既有党员也有群众 八珠村曾是深度贫困村 2014年 村里仍有建档利卡贫困户86户403人 贫困发生率达到28.7% 过去 由于生态保护意识的薄弱 烂砍烂伐和过度挖财是有发生 导致了临下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 面对这样的情况 八珠村的妇女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保卫家园 我们经常留店中集团 十店中队子出发 党员和贵方是这支女子寻山队的队长 他们没有编制 没有工资 但是把这条寻山之路坚持走了16年 常年的寻山工作 让她们对这片山林的一草一木如数假珍 汤河西穿陵海 女子寻山队完成一次寻查任务 要穿越14公里长的林区 步行六七个小时 这对于女性来说 的确是艰苦的路途 寻山中 队员们不仅要制止 乱砍乱罚 过度采摘临下资源的行为 还要及时清理河道和山林垃圾 有时候 还会遇到一些群众的不理解 7月是寻山队最忙的时候 松荣如期而至 这是八珠山林的丰收季 为了让松荣能够有足够的生长期 保持高品质 卖出好价钱 八珠村对松荣的挖采时间 有严格的规定 寻山队的任务 就是保障这一规定能够落实和执行 这个季节是我们临向资源 松荣盛产的季节 我们也订立了相应的一个村规迷约 我们星期三和星期天 是不允许采摘松荣的 还有我们下午一点以后 也是不允许村民采摘松荣 我们塔城很多地方都盛产松荣 但是的话我们八珠村通过 这样的一个保护 我们的松荣品质 可以说在泉州泉省的范围里面 都是很出名的 有保护的号码我们这里 我们的松荣又粗又大 最贵的时候一千六七 以往由于信息闭塞 大山深处的野生松荣 高山雪茬等生态特产 曾经养在深归人味时 如今却跨越近三千公里远消上海 我们通过统计和我们这个零下经济的收入 每年也能达到两本万左右 也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了我们的青山银山 村民从生态保护中获得了实惠 爱护山林的意识日益增强 寻山队也慢慢壮大 今天是何金花作为预备队员第一次进山的日子 身上的迷彩符是老队员借给他的 现在他已经开始期盼能早日成为正式队员 为保护八珠村的生态出一份力 第一次跟他们来水上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也很想加入他们 群山翠绿 绿树婆娑 八珠村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2% 山变绿了 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0年5月17号 八珠村彻底实现脱贫斋贸 如今 八珠村户均存款达到一万元以上 成为塔城镇存款最多的行政村 生态扶贫让绿色的大山成为了八珠村的绿色银行 生态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良好的生态是大自然给八珠人民的馈赠 依靠临下经济和生态旅游 八珠村摘下了穷帽子 变成了首富村 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融合乡土风情 繁华都市 感知生命的力量 变革中捕捉时代温度 在每一个前行的路上 我们和你在一起 近期正是扶贫产品大量上市的季节 为了进一步推动消费扶贫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 在9月份组织开展了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 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9月30号 全国扶贫产品已经销售1715.18亿元 再来看其他方面 10月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到6月份 主要农机生产企业 累计销售各类自动驾驶农机装备和系统 1.17万余台套 同比增长213% 目前我国已经在黑龙江 江苏 四川等12个省份 建立了18个农业无人作业试验区 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插秧机 收获机和施肥施药机等 已经逐步进入到商业化应用阶段 每年的秋季都是重庆野生方竹笋 主产地的收获季 20多万亩野生方竹笋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大量地破土而出 笋农们从9月到10月份 集体采摘这份 来自大自然一年一季的馈赠 秋雨后 笋农根据嫩笋 从高海拔到低海拔建出的顺序 进山入林 在山上集体吃住 集体劳作 抢收竹笋 我们以前都是一天土为主 生活勉强维持得过去 现在都是退更还年了 退更还年了都是这些生质 生质如果高个两三块钱 到年前来赚个万八块钱 生活比较好得多 今年配合收获黄金期 当地首次开通了物流专车服务 市民们的网上订单 损农的自家销售 在山里可以就地打包发货 刚刚采收下山的嫩笋 第二天就可以送达国内一线城市 通过他们会计上面 我们最多那天发钱多钱 有2030个家 多了121个家有几百家 现在我地市场 基本上都是住下了 以前都在重庆防卫之类 随着销售市场的逐步扩大 今年当地方主损的价格 有小幅上涨 毛可损价格保持在4到6元之间 相比去年提高了约20% 全面推行省市县乡四级核涨制 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的 重大制度创新 这意味着核湖管护进入到新阶段 核唱水清暗绿景美的健康核湖 正变成现实 自推行核掌制工作以来 吉林省敦化市燕鸣湖镇 加大合乎治理和保护力度 治水的同时 实现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吉林省敦化市燕鸣湖镇小山村 现在成了当地有名的度假村 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旅游年收入近300万元 你要想搞旅游的话 你得有山有水 但是山好水美 你这样是你才能把游客才能引来 推行核掌制以来 燕鸣湖镇对违规违法 历史遗留等问题进行了整治 全镇共拆除核道两侧行红区 维章临时建筑11处 整顿丝改核道一处 大力规范整治核道采沙八处 与此同时 利用循环农业 解决了种植木耳产生的 农业废弃物污染河面 和淤堵核道的难题 用鸡粪和木耳段 通过机器正常筛选 加工形成了这么一个有机肥 近年来 燕鸣湖镇将核掌制工作 纳入村规民约 鼓励全民参与 党群干部开展了一系列 互核活动 实行巡核制度 每周两次清理河道 和卫生死角 通过巡湖 通过湖掌制的落实 把整个湖区的水址改善了 同时呢 把湖岸边的这个环境 改造成了岸绿景美 这样一个种状态 湖南衡阳在脱贫攻坚 工作当中推进过程当中 创新了工作方式 采用一口轻的工作法 督促市县乡村四己 对所管区域和结队帮扶 对象的情况了然于胸 让脱贫既有数量更有质量 在湖南衡阳市 长宁塔山窑族乡的东江村 村民周月秋的老伴 患有慢性阻塞性废弃种 脱贫攻坚一口轻工作法 开展以来 帮扶干部经常来到周月秋家里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威房改造是贫困群众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 在衡阳市恒东县 七十岁的贫困户曹正开 由于自己女儿都已出嫁 想要放弃威房改造指标 当地住建局掌握情况后 帮助老人建起了新房 一口轻工作法的开展 既拉近了帮扶干部 与贫困群体的距离 也完善了脱贫的动态监测机制 将贫困户的抬账资料 变成刻在帮扶责任人脑海的资料 切实保障贫困群体 实现高质量脱贫 眼下河南商丘下一县三故乡 小带楼村的1500余亩高粱成熟 一颗颗高粱排列整齐 此力饱满 收割机在高粱地里来回穿梭 有序开展收割作业 小带楼村的有机糯高粱 专供酿酒 与种植传统农作物相比 每亩可增收近30% 当地农民还将高粱地 流转给种植大户 获得租金的同时 靠为其种植高粱解决就业 今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研究所 在辽宁省辽阳市 全面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辽宁主要玉米种植区的全覆盖 保护性耕作技术 是一种以农作物接杆覆盖还田 免耕播种为主的 现代耕作技术体系 根据测算 接杆还田每公顷 可节约成本1000到1500元 实现粮食稳定增产5%到10%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 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节目的最后 咱们再去看看各地的秋日美景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